那些年总害怕不合群,以为朋友多了路逃走,于是为了合群而合群,打不停机的去赶赴一场又一场热闹与繁华。 随着年龄渐长,才发现,世界是自己的,与他人毫无关系,与其花费时间与精力在酒桌上公愁交错,去结交一些无关痛壤的朋友,还不如学会好好与自己相处。 独处,是一种智慧的沉淀,能与自己好好相处的人,才是内心足够强大和丰富的人。 独处,是做回自己,书本华说,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,他才可以完全成为他自己。 独处是人生中的美好时刻和美好体验,虽然有些寂寞,寂寞中却又有一种充实,在独处时,我们从别人和事物中抽身出来。 回到了自己,陈道明喜欢一个人待在家里,弹钢琴,用毛笔抄道德经这类的古籍,挥鼻泼墨画山水,或做的雕花的忠实座椅上读书,写杂文。 窗外天空纯净如水,屋内时光静好,很有一种让人心动的美感。 冯小康笑话他一个人宅在家里,远不如一场战局有用。 陈道明淡然一笑,不为无用之事,和以前有牙之声,不及给予名利,静下心来做一些无用确定命美好的事,何尝不是一种修行。 是啊,摆脱了外界虚名福利的诱惑,一个人安静地做自己喜欢的事,心才能静下来,回归真实的自我。 人生需要独处的时刻,在独处中遇见最真实的自己,回归精神的安宁,回归灵魂的本身。 独自相处,是最好的修行。 故人说君子慎独,君子拥有更优质的独处能力,能在独处时安然自得,并能在热闹中淡然自若。 中国功夫有一种独特的修炼方式,叫做闭关。 在一段时间内独居一处,潜心修行,不与任何人往来,而中国功夫的顶级武学,都是在独处时创造出来的。 据说封离全世界的武学门派,又春泉,就是一位独处食物出来的。 夜晚在家里愿装,四周空无一人,只有他与木桩相对,手与木桩的碰撞,声,在寂静的材子里回响。 也许就是这样独处的空间,夜晚木珠公首兼备,刚柔定济的勇春泉,并持约天下。 只有独处时,才能超越俗世的尔虞我诈,抛开一切反尘琐事。 回归经济的心境,只有乐于独处的人,才能在经济中白省,思考,开悟,从平凡中看到不平凡。 从一团乱麻中里出头绪,独处是一个人最好的增值期,与其挂着空洞的笑脸,为了社交而社交,不如面对真实的自己,提升自己的内涵,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,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。 你说盛开,清风自来,独处,是一种高远的境界。 庄子说,独于天地精神往来,人只有在独处之时,方能拨开迷雾,心灵犹豫无碍,于天地精神往来,看清生命的真相。 独处,是一种高远的人生境界。 苏东坡写过一首词,也以东坡幸负罪,归来仿佛三郎,家同鼻息意义雷鸣。 桥门都不应,以仗听江生,一场恨此生非我有,和失望却盈盈,夜蓝风尽古文平,小舟从此事,江海介余生,写的是苏东坡深意燕隐,回来宝夫已经三郎,家里的同仆已睡熟,憨声如雷鸣,怎么桥门都没人应。 苏东坡只好独自已交目障,听江水流淌的声音,如此敬业,只身茫茫前地之间。 听着江水滚滚东流,苏东坡忽然醒悟,悟到自身渺小而如沧海一处,生命短暂如江水一世不复返。 生命如此美好而短暂,只为借窝角虚名,迎头威力而你争我斗,浪至时光。 苏东坡不禁感慨,常恨此生非我有,和失望却盈盈,为愿嫁之一夜偏昭老游天地之间。 小舟从此事,江海介余生,独处让人醒悟,让人悟到自身的渺小,让人看清生命的真相。 见自己,见天地,见众生,跳脱功名利禄的诱惑,不困于得失崇拜,抵到高远的人生境界。 林语堂说,孤独两个字拆开,有海童,有瓜果,有小犬,有文宁,足以撑起一个剩下傍晚的巷子口。 人情味十足,之而情光柳横下,细犬竹蝶身相中,人间繁华多笑语,唯我空于两并风,孩童水果猫狗飞银当然热闹,可都与你无关。 这就叫孤独,生命本就是一场孤独的跋涉,无论人生路上有多少纷繁热闹,终将抽身出来,独自细数次水流年。 周国平说,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,我想,这样的境界,未有独处时才能抵达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